字幕志愿者 杰克·坎菲尔说 这个秘密真是改变了我 我被一个思想很负面的父亲大大 他认为有钱人都是靠剥削他人而自负 要变得有钱就要欺骗其他人 我是这样一对有关钱的错误信念中长大 你有钱你就会变坏 只有坏人才会有钱 钱不是白白长在树上 你以为我是谁 洛克·菲勒 这句是他最喜欢说的说话 我是在深信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 直至遇见黑来门 史东 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转变 当我和史东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说我要你设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必须大到一旦让你达成 你就会高兴得飞上天 然后你会知道是由于我教你 才让你达成目标 当时我的收入大约是八千元美金 于是我就说了 我想在一年之内赚十万元美金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我看不出有什么策略 有什么可能性 但是我只是对自己说 我要这样声明 我要这样相信 我要这样做 就好像他是真的一样 然后就把它放下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其中他教我的一件事就是 每天眉眼 观赏你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我真的将一张改成十万元美金的钞票 贴在天花板上面 所以每天早上起床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 他会提醒我 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然后我会闭上眼 观赏当我拥有这十万元美金的时候 会过的生活方式 奇怪的是 大约三十天过去了 都是没有任何大进展 我没有任何突破性的想法 也没有人给我更多的钱 大约就是这样做了四个星期 我突然间有了可以赚十万元美金的灵感 就好像天外飞来的一笔钱那样 那时我已经写了一本书 于是我想 如果我一季可以买出四十万本 这样就会有十万元美金的收入 书已经写好在这里 但是之前都没有这种想法 我不知道要怎样 才可以买出四十万本书 然后我在超级市场看到国家宣文报 之前看过这份报章无数次 只是从来没有去注意过 但是这次我突然注意到这份报章 于是我想 如果让这份报章的读者知道我的书 肯定会有四十万人去买 大约六个星期之后 我在纽约亨特学院 为六百名教师演讲 演讲结束之后 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说 演讲很好 我想采访你 这张是我的卡片 原来她是为国家宣文报社报导的自由作家 这个时候阴阳魔界的主题曲 开始在我脑中响起 这招真是管用 她的报道刊登了出来 书的销量开始起飞 我要说的重点是 是我去吸引这些事 包括那位女士进入我的生命 总归一句说话 那年我并没有赚到十万美金 而是赚了九万二千三百二十七美金 你以为我们会很沮丧地说 这一招没效吗 不是 我们说 真是太神奇了 于是我老婆跟我说 既然这招对十万有效 这样你觉得对一百万会不会有效 我说 不知道的 不过我想会的 那我们就试一下吧 我的出版商 给了我心灵鸡汤第一集的板碎支票 还在签名处画了一个笑脸 因为是由他开出的第一张一百万美金支票 所以我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 因为我曾经想要去测试这个秘密 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们测试过 证明绝对有效 现在我就是这样过着每一天 秘密的知识 和有意地使用吸引力法则 可以运用于生活中的每个层面 你想要的一切 创造的方法都是一样 金钱当然不例外了 要吸引金钱 你必须专注在富裕上 如果你一直注意自己的不足 就没可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更多的金钱 因为这样意味着 你抱着有所不足的思想 专注在钱不够 你就会创造更多数不清 让你钱不够的景况 要将金钱带来 你就必须专注在金钱的充裕上 你必须用思想发出一个新的讯号 而这些思想必须是想着 你现在就是充足有余的 你确实需要开始运用你的想象力 装作你已经拥有你想要的金钱了 真的很好玩的 你会发觉 当你假装 扮演拥有财富的戏码 你对钱的感觉 马上会好很多的了 当你这样感觉的时候 财富也将开始流入你的人生 杰克的故事 启发了秘密团队 在秘密网站上提供了空白支票 让人免费下载 这张支票是给你的 是来自宇宙银行 填上你的名字 金额和其他细节 然后将它放在显眼的地方 让你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见到那张支票的时候 就去感受当下拥有那笔钱的感觉 想象你去用那笔钱 去买想要的东西 去做想做的事 去感觉是多么好的事 要知道它是你的 因为当你要求 它就是你的了 我们已经收到数以百计的故事 数据使用秘密的支票 为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 这个是很有效的趣味游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